我是認真在大平的人 我真的無法接受陳茂松 对服务处这样的打压 王美慧声泪 俱下喊冤 因为被中常委陈茂松指控 他的服务处主任徐文志 挣钱倒戈 是败选战犯 我都每天在跑家一室的行程 说到机动处 王美慧数次泪崩 开会前还得到厕所 静一静 隔阵门都能听到振振乌叶声 约莫在十分钟后 担任招委的王美慧 终于强忍泪水宣布开会 一转身情绪再次溃提 一波波眼泪攻势袭来 陈茂松不动如山 依旧嘲讽开满 在党部检讨党部的事情 怎么打压你 所以王美慧在哭 哭不是新闻 他不哭才是新闻 但陈茂松前一天也哽咽痛批徐文志 再赖传图片支持国民党的黄敏惠 徐文志因此愤而退党 民进党对内检讨充满泪水 上演一出出比败选更悲伤的故事 华世新闻站 刘慧成台报道 嗨 我是庄宇杰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 赶快订阅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